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时候有些不安 你是知道有不安 但是不知道你为什么不安 有时候坐在这就不安 怎么这么烦啊 怎么这么烦 因为你是法界嘛 你就不可能是一个人活着嘛 你是个互联网里面的东西嘛 你不安 你身上也不特不一样 你不爱啥 也没有事发生 夜里 你就在夜里的信息往里边了嘛 你伤害了其他作生 你身上就受苦 你就是这样的 互相的 大口痛你就痛了 我们有很多想法说 放生有的是学士啊 放生别人还会吃啊什么 所以说真正的放生是 你也不杀生 不去吃 不杀嘛 你杀心嘛 对 我们充满了杀心 然后去放生的话 就是有些功德 就写信不出来 但是也有善报 有必定是善事 也许对我们 好像觉得是 空花博士 或者觉得是无所谓的 但是你知道 对那条鱼代表什么 它得救了呀 哪怕是一条小鱼 任何一个生物 动物 它就是很小的蚂蚁 它也爱惜它的生命啊 它也不想死啊 它就是一条泥鳅 它也很小活着啊 它那时候对生命的渴求 就决定了你救了它 所以也没有什么 所以不要去说 我这个有什么功德 我这个是做佛事 当你面对一条鱼 或者去把它扔到河里的时候 那一颗 你只是救了那条鱼 其他的什么也不要去 所以你知道 这个世界每一个人都怕死 你就知道 你知道它的恐惧吗 就是 揽生的这些鱼粒啊 或者是 这些小动物 对死它 不知道它要死 它是死也无名 生也无名 死也不知道 为什么死了 为什么不舒服不舒服 就没气儿了 但是 在它活着的 每一刻 它就很轻微的那种灵动里面 它都在爱惜它的生命 所以鱼上来 它不停地张嘴下喝水 它没有水 它就觉得很不舒服 它有神经系 所以它 我们只是觉得 它也是个生命 很深地看到了 它就是个生命 我今天 发心我要救济巧思 就这样 其他其他都不用管 或者是我为它做个 归 就是说 归一佛法身 或者是 念一个六支大力 借助佛不上力量 能够让它闻提佛道 脱离三恶道 这是真正的救度 是吧 你否则你放了卡 明天的鱼米 又打上来 大家还是吃它 它只要再出生道 它就 也不了 也不了可能 必吃必杂 除非它脱离那一道 我们只要在人道 有一天 就会变成鱼 我们有一天 就会落回到畜生道 只要福报想完 就下去了 这是很简单的道理 你人的福报想完了 就下去做畜生 畜生道 福报想完了 才下地去 第一道受尽苦 才循环 我们已经修好了 还不知道有多少事 所以就这样 所以我们如果不解脱 更容易啊 有啥去 你说我们有时候 经常吃 我们是不是一种讲信心 吃虹的话 看重点 修行的重点 因为你在有限的时间里 只有几十年嘛 你要成道 而且在很狭隘的角度里 你要解脱 六道解脱啊 所以看 因为修正的法 大臣菩萨 走菩萨道 他有一个重点 就是菩萨心 菩提心 就是说慈悲心啊 这样的培养啊 还有这个要结善语啊 这个时候 又要荣耀佛法 要结善语 这个时候以吃素为主 但是他不 不是直接要求你要吃素 也是 因为小臣的话 他主要是靠化语 他就不能要求那个施主 给什么 给什么就拿什么呢 就是随语了 就是说 但是你在家修 你能有很多素菜吃 你一定要去吃肉 我觉得也不太好 反正是对慈悲心的培养啊 也不太好 但是还有就是个身体嘛 就是有的人 三十岁四十岁才开始 治愈佛法 他有一些口语啊 或者那些 他有一些习气啊 很多他还是很想吃 有时候大家请客 所以一桌菜端上来 因为你活在这个 这样的一个 一个食物列子中吧 我们就这样子吃的 一直这样吃 有时候倒药吃 倒的 因为他已经熟了 你就把它当菜了 还有一种就是 修正到最后你要破分别 嗯 就是肉给菜死分别的时候 因为 就先拿周身来做了你修行的工具 对吧 嗯 就是还有一种就是成就者的吃肉 嗯 因为你来的就是一个吃肉的世界 嗯 就世界终身 生活世界这个世界的终身 是以肉食为主 有吃肉食的 大部分吃肉食的 那你来到这个世界的话 你会入乡水所成 这样有一个共同的话题嘛 大家 嗯 第一是第二 他也以另一种方式给众生结约 比如说死了的动物 你不吃它怎么给你结约 虽然是逆约 嗯 但是这也是个约 佛不度无约之人啊 逆约也算约啊 他就宁愿逆约也给你结 一点约也没有 连度你的机会也没有 就算逆约 你也得找我算账吧 你找来就OK了吗 没问题了 你找我算账我说别度嘛 是不是 就是会偏制在这种 就是因为有吃 所以说才有杀害 就是 嗯 在整个长道的修行中 目前呢 其实我们不太假的说 有个酷酷是说 这个人来了 你就要吃素 或者 那修行到一定程度 配合他的修正说 你的气脉在精华 太荒浊了 需要吃一段蔬食 我这是不限迪迟 是说的 我觉得重点是 对一个修行者 在有限的时间里程度 最重要的是 对 放下贪注吃满意 习气欲望的 这种还有确立正直见 对 其他的协方的也不管 这是重点 重点不在这儿 重点不在打不打蚊子 吃不吃肉 这些问题 这叫字幕问题 如果你只是纠结在这些问题上 我们那些重点你都不 有些东西你必须直面 当下你的贪注吃满意 往下放 你才纠结打不打蚊子的问题上 那些问题可能有时候不打 你爱打不打 你打也行 打也行 但是你重点那个东西在那儿 你为什么不放 你要想休息 你先看你当面直面 你那个自私的东西 自我的东西 你直面了这个 剩下的你 才是可以先做 或者不做都行 因为那才是成道的根本 你自我的自私的东西放下 你自然会打也罢 接约也罢 不接也罢 每个时刻你都会做出正确的抉择 你可能吃可能不吃 可能杀可能不杀 那就是智慧的抉择 随你随缘了 你怎么做都是度重神的 对 对 因为每一个做都不是为了你私欲在做 对 你要自私 多少借口你也自私 你也是私欲 放不下 你拿佛法 每天抓着一脑子 嘴上一嘴佛话也没用 就是你 就是你 其实修行很简单 真的不复杂 其实大家 你放下没放下 还不知道 还有说我修得怎么样 你看发生了一件事 你心纠结不纠结 如果你还惬意着 好厉害 不能坐在这儿笑一笑 就过去的话 那你肯定还早下 你还要找我下 人想做什么 什么下不早 又有我自我 一切才发生 我自我怎么能发生 我们生生世世 伤害的众生 伤害的无处不在 对 你说有的他们说忏悔 我说没没忏悔的 那你一天撒饭的太多了 有些是你知道的 有些是你不知道的 有些是你不知道的 只要你在这个世界 因为你就在这个 经约里边 网里边 对 你就在伤害 甚至包括你动一念情 你都伤了终身 嗯 你知道 比如什么 动一念情 就算是 就算你成道了 你动情 动一念 有些东西都在伤害 一念啊 就像 就像 这些男的女的 你们在 在厚城里边 那你爱这个 那个爱你 转了一圈 互相你爱他 他爱他 他转转转转转过来 你一动 你对那个 你喜欢的 斗了情 那个喜欢你的 受伤 这马上就伤害了 你了嘛 是不是 就是你斗一下情 你都是伤害了他 别的就是 你觉得我又对他 没咋到 我也没给他承诺 我伤了他咋了 是不是 嗯 我们俩没关系 他受伤自找了嘛 是不是 但是 你斗情已经 这是英语啊 在法宅里面 你马上都 我的鼻孔慢慢 叶包就转过来 就大家都在里边哭 就是哭喊 出门牛屋 然后你在这个世界上 你就走得趁你自在 或者你砸自在 你连起心动念都不敢动 都是有情终生啊 都有情啊 互相受伤 都有情嘛 出生到 所以有情终生嘛 他是有感情的 大鱼也会 有去照顾小爷啊 但是想那都是有感情的 怎么会没有杀你 Well iTunes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